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一颗侦查气球 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又以彼此不信任的信号 2月5日早上8点左右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击弱中国气球发表声明 并称对此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同时再次重申2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人打记者问时的口径 值得注意的是 外交部称中国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而这个进一步的动作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 这期节目我们想探讨一下 因气球事件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2月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布林肯访华形成推迟 打记者问时称 关于中国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 侮辱美国领空事 中方一核查并向美方做出反馈 该飞艇用于气象等科研 受西风带等因素影响 严重偏离预定航线 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 发言人提到 美国一些政客 媒体借题发挥 对中国攻击抹黑 中方坚决反对 声明中强调 保持各层级接触沟通 是中美两国元首把领导会晤重要共识 两国外交团队的职责之一 就是妥善管控双兵关系 事实上 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 我们予以尊重 据德国之声援引澳洲学者的观点表示 对于这起因气球而起的风波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他们觉得借着气球问题在谈判中 获得了一些对中国的话语权 美国国务院没有取消对华访问 而只是推迟了行程 这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折中方案 如果国务院取消访问 中国可能会指责其反应过度 这会显得美国没有诚意 现在美国仅仅是推迟访问 那就为恢复对话保留了一扇窗 这一事件的发展表明 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是多么的不稳固 如果即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事件 也能破坏期待已久的高级别访问 这表明中美之间 仍然很难将对方视为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 比如很难想象 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高级别访问 会因为澳大利亚的气球在美国领空被发现 而产生变数 这种问题在朋友之间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它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信任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额外的谈判筹码 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如此的重要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相当紧张 对彼此存有高度的怀疑态度 因此任何看似微小的事件都很容易使关系复杂化 整个气球事件表明 美中之间的信任已经被削弱 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 但在这个时候 两国在背后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还不太清楚 鉴于中国政府的不透明性 外界无法得知其内部发生了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当然想淡化这个问题 中共或许确实想让与布林肯的会谈 以某种方式进行 但他们不想太明显地表明气球与监视有关 因为很显然 一旦公开就会产生反作用 提到美方的应对方式 推迟布林肯的访问 是拜登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最合理的步骤 仅是推迟而非取消访问 这个信号很重要 因为它表明布林肯有意愿和中国政府继续交谈 美中双方必须先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建立较为融洽的关系 这需要在双方能够相信 对方是真诚行事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双方应该首先将整个气球事件抛在脑后 也许先在一个中立的地点会面 这可能是访问双方首都之前的第一步 此外 中国应该想办法改善与美国国会的关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曾说 推迟访问的决定 是在与机构内的伙伴 以及国会协商后做出的 这暗示着美国决定推迟此行的主要原因 与国会的压力有关 如果布林肯在气球事件的阴影下 仍被中国示好 他和拜登政府将可能被共和党议员批评为 在国安方面或在对华关系方面过于软弱 美国内部的这种动态将持续下去 中国必须找到与美国国会合作的方式 而不是架空美国国会的任何事情 否则他们将使中国与美国行政部门 建立有意义的战略及工作关系 变得更加困难 当下 中共面对的局面 可以说内外交困 就在本周 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去年 在中共中纪委全会的讲话 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的 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个说法称 中共该如何跳出 治卵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自己上台后 理出的答案就是要自我革命 敢于刮骨疗伤 敢于重视断腕 才能确保中共不变色 不变质 换句话说 习近平准备继续党内清洗 党内斗争会持续激烈下去 习近平之所以释放这样的信号 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改朝换代的危机 所以才加大整肃力度 稳定自身权力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中共越是政权越不稳时 垮台可能性越高时 对外开战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目前中共和习近平对政权稳定性的担忧 让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更紧张 就在这个背景下 中共间谍气球闯入美国领空 间谍气球的目的不在于安全威胁 而是北京向华盛顿发送信息 意思是能合作就合作 能竞争就竞争 而且一颗间谍气球看起来似乎伤害性不大 北京认为美国不会因此小题大做 可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气球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警告信号 集中美之间的对抗 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失控状态 北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扩展集军式影响力 而北京在台湾问题表现出的高度自信 更是令人产生不祥的预感 鉴于弥漫全球的危机氛围 人们也有理由担心 尽管北京并不具备明显的军事优势 但还是会很快就对台湾采取行动 而不会再等到2027年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